你 黄雄 黄雄 没事吧 别喊 我来 把这儿 黄雄 黄雄 你忍着点 我还是想飞狼报告 别 这事不能让飞狼他们知道 黄雄 你这事不行的 你看你那腿都变成什么样了 没伤着骨头 你把旗舅包拿出来 准备给我爆炸 这又是不行的 什么行不行的 赶紧 什么赶紧不赶紧的 不行 那必须想飞狼报告 石头 这是我的家乡 你自己看一看 我家乡成什么样了 我来这儿是纠罪的 我家乡的乡亲父老 等着我去救的 我爸 我妈 我爷爷 他们等着我去救的 我能一下来就当 桑园吗 我不能 我得去救他们 好 你让这个看 黄妞 让这个看 黄妞 石头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黄妞 石头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黄妞 石头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飞狼 我是黄妞 我已经落地 一切正常 报告飞狼 我俩一切正常 这两个臭小子 吓死我了 他们在哪儿呢 你们两个现在在哪里 报告飞狼 俺俩刚才落地的时候 被风吹了一下 落到了外面的树林里 现在俺俩就向你们会合 好 速度要快 明白吗 明白 黄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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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坚持住啊 师父 你准备 拿来 我 回来 好了 好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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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了 不过了 出来了 你骗我 快 为什么不害一 把这儿就好 把这儿就好 来 把这儿就好了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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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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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来呢 人呢 到哪儿了 太耽误事了 来了 来了 肥老 怎么搞的 刮了这儿疯了 树枝擦伤的 哪儿有疯了 注意力不集中 好 我们来说 好 好 我们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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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飞狼 飞狼 情况怎么样 飞龙 我们一切顺利 全员平安落地 只有一人轻伤 飞狼 祝贺你们 你们创造了奇迹 谢谢 飞盈 飞狼 闻来现成的状况怎么样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任盈 你可以返航了 我们马上展开行动 飞狼 现在余阵不断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明白 含号鸟 含号鸟 霹雳火一泄顺利 我们可以返航了 太棒了 太好了 邹指挥 刚刚接到飞狼报告 他们已经在闻蓝县县城 安全落地了 告诉飞狼 马上设法联系当地政府 尽快向指挥部报告 闻蓝县县城收担情况 是 时间就是生病 速度要快 走走走 报官 咋下 没事 是 阳销 上 尽管 是本地人 告诉我 县委 新政府在哪儿 大概位置就行 县委和乡政府的大老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可是现在 我们看不见了 好 我们走了 解放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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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好 我是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我姓赵 我们县委陈书记 派我过来接你们 太好了 陈书记现在在哪儿 陈书记和一大批受灾群众 正在小广场等着大家呢 我带大家过去 好 走 来 我们带他们过去了 快 没事 没事 陈书记 解放区同志来了 陈书记 什么事 小心 小心 江菁同志 我是诗位书记陈禀 请问哪位是负责的 陈书记 你好 陈书记 看见家里人了吗 我是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派来的先遣救援部队 我是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队队长 我姓高 这位是我们的教导员 您好 吴姓曾 您好 您好 郭队长 曾小道远 我一个人不认识 总算是把你们派来了 陈书记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情况 非常的不好 让我们安静 好好好 大家都安静 大家 好好好 大家别着急 听我说 我们解放区的救援部队 已经到达灾区了 大部队 正在日月监城赶往这里 请大家放心 我在这里向您保证 你们灾区的每一个受灾的群众 都会得到极其的救助 谢谢 谢谢你们 刚队长 有你这句话 我的心就放到肚子里去了 郡书记 这次我们空降到这里来 主要有两个紧急任务 第一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里的受灾情况 然后把情况汇报给总指挥部 第二 我们要迅速开辟一块 可以供直升机起降的临时机场 这样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救援物资 和救援人员 预计到县城 然后以县城为中心 展开救援行动 县城的受灾情况都非常了解 至于这个临时起降的机场 机场 郭队长 曾教队 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郭队长 我们县城带来的地方小 然后建筑屋特别地密 现在这么一阵抖了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目前看来 这片小广场 就是最开阔的地方 我理解 郭队长 如果那个小广场 作为临时机场的话 必须要马上清理干净 放心吧 陈书记 这事交给我们 大伙都听着啊 现在解放军 要在这里 清理一片工地 作为临时的飞机场 飞机 这样就能停靠到我们这里了 搜救物资和救援人员 都是从飞机上运过来的 他们早一会儿到啊 我们的县民 就可以早点得到救助 现在啊 不断胳膊不断腿的 能干活能走路的 来 能跟我走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大家 多注意安全 多注意安全 陈书记 不用席啊 好 席什么样子 时间就是神兵啊 快啊 好 小心 好 注意安全 去吧 去吧 大家都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啊 飞马留下 许大人过去帮忙 快 去 是 是 快点注意安全啊 解放军统 解放军统治 解放军统治 求求你们救救我丈夫吧 他们太被压缩了 流了好多泪血 都快抵不住了 李老总 快 跟我来 快点 前面两路 快点 注意安全 解放军统治 就在这儿 你 解放军统治 我找我看怎么样了 她 冲突证的 你仗务是粉碎性骨折 而且湿血过多 现在确实有点明显 妈妈 妈妈 我给解放火呀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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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们呢待会儿先给她止血 然后给他打一针强心针 防止他因为 湿血过多而昏迷 然后等我们的 占定手术室驾驶起来之后 我们会第一个 给他做手术的 放心吧 你不会做手术 会 大姐 你放心 我们教导人说没事 就一定不会有事 那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大姐 不用 不用这样 不用这样 大姐 这样 你呢 先把你丈夫扶起来 我们给他止血 好 快点 来 止血中的 快点 白马 走 我通过应电话给总指挥部 请沈书记向总指挥部 报告一下灾区的所在情况 是 沈书记 一会儿你做报告的时候 越详细越好 好 报告总指挥 我是飞郎 报告总指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文莱县中心小广场 飞郎 我代表指挥部 祝贺你们霹雳火 成功散架 祝贺你们霹雳火 谢谢首长 飞郎 闻蓝县县城的情况怎么样 总指挥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 闻蕾县委书记陈平同志 下面请他向您做一些 灾区的受灾情况的汇报 好 总指挥同志 我请闻蕾县县委书记陈平 请他闻蕾县县城 灾区的状况非常地严重 整个城区几乎看不到一座完成的建筑物 整个城区都是一片的废墟 城区里的电力 水以及通讯 完全瘫痪了 县城通往各个镇 各个县的道路完全堵塞了 县城 各个县各个镇 以及周辈的村庄 现在完全是孤岛了 陈平同志 人员伤亡情况怎么样 总指挥同志 非常抱歉 我现在无法统计 具体的伤亡人数 我只能用两个字 来形容现在的情况 那就是惨烈 惨烈啊 几乎在每一座废墟下面 都埋着人 我现在完全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死是活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发生了二十多次余震 每一次余震 都会发生新的坍塌 每一次余震 都有新的伤亡 总指挥同志 我以文莱县 协委新政府的名义 代表全县 六十万受财群众 向你请求 请你们尽快派遣 尽快派遣救援部队 尽快展开搜救行动 如果再晚的话 那些埋在废墟下的人 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陈平同志 请你放心 我们参与救援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警部队直战员 一定会全力以赴 请你转告 受灾的父老乡亲 请他们再坚强起来 请他们再坚持一下 人的子弟兵 就是他们的希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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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把话头 交给非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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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